平时我们捡圆很麻烦 还要先用圆规画出来再捡 费时又费力 而且捡的还不圆 现在有了这个窃圆器 一秒就能才出一个圆 那对 同一次见 还有这种能窃圆形的机器 能一秒钟窃出来一个圆形 太厉害了吧 这么好想的东西 我也有买一个 下来下来 宝费 清烟器买回来了 今天咱们就来试一试 看看真的它视频那么好用吗 它这个外观这样看着 是不是像温暖一样 天明是一个圆 天明是一个刻度 这里有一个悬挂钮 未免是刀头 用它可以调整要裁的圆的大小 先来个牌子试一下 看看切的圆不圆 这个切的时候 下面又放一个垫板 把这个圆的放中间 然后按住 放入这个锤子 呃 等一下 这只个垫板 怎么都跑了呀 也没有切了一个圆 再试一下 这个都是没有跑 但是太轻了 没有漆开 呃 这个切的时候只千万多的动 太动切了就不圆了 再来一张 我发现了 它这个按的时候不能太用力 也不能太轻 哇 真的可以 切的好圆 再切一个 可以 再来切一个最小的 把这个往里面滑动 现在已经完全滑不动了 这就是最小的 最小的这么大 再来切一个最大的 最大的要滑到最底 32厘米 嘿 我的尺好像不够大 这样的话就只能切出来一个扇形 这个最大差不多能切这么大 哇 这么大 而且还可以切出圆环 先来切一个大圆 然后这个不要动 它这个尺子 放里面滑 注意好 再来切圆 后面得了一个圆环 不要这个力度掌握好 切起来还是蛮适合的 我们再来试一下这种厚一点的卡纸 看看行不行 哦 好厉害呀 卡纸也能行 头要切得很圆呢 切的圆怎么 有什么用 当然有用啊 今天我就来教大家一个方法 用这些切的圆形 做一座漂亮的太阳化 准备7个颜色的材质 把它们切定成像坏药的圆形 再把它们对折 然后在它们的这一面 这样方便雕 把它们一起粘起来 然后最后这样把它们粘在一起 刚才踩到这个卡纸 和这正好一样大的 我们可以直接用 把它们启动一面除完固体胶 然后把这个这样拉开 把它这个中心放在上面 再整个一张绿色的纸给它卷起来 再把它从另一个孔给它插进去 再整个一张绿色的纸 点两片桂叶 给它粘在上面 再在这个上面画上表情 这样一种好看的太阳花就做好了 是不是特别简单 想自己动作做一个的 就要给它说起来 大家还要看我特别有什么东西 可以在体内告诉我 拜拜